和理非、勇武這些terms不是一個職業 不是一個詞語 我想說你不能困死自己說我是和理非 我就不可以站上來為大家遲一步 我是勇武是不是永世都站在那裡 永遠都不退下來 不是 我想說這個一種生態 你和理非 我不想大家再被這些terms困死自己 我沒有想看所有地方說了很多次 但還有沒有一個渠道可以讓大家都知道 我想跟大家說 不要讓永無和理非這些terms困死自己 你不可以永世用自己說我是和理非 我就不可以站上來為大家遲一步 大家都很明白現在警察難過的情況是多嚴重 在前線的手足一個又一個一次又一次 每次的行動他們都很快部署到 大家冷見破過都被人抓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讓和理非用這個terms困死自己 在前面的手足可能勇敢些 不要框架自己 我是和理非一定要站上來 你累的可以走後一點點 休息無所謂 長運到沒那麼快完 你如果自己都頂不順的話 我想說你很快已經會崩潰 在後面的手足 後面的市民 我想說你給和理非這個字框架自己 你永遠都不敢踏前一步 跟自己說我可以走前 我可以做多一點 我可以為大家做多一步 最後我可以和大家說 罷工 我明白這個詞可能 大家都很抗拒 我沒有準備 沒有性可能罷了一兩日 最重要的是 你們可能會互相差 我罷工而已 其他人不罷 那我怎麼辦 所以 組織都會全面三霸 是現在來講 我們用最少的犧牲 可以換取最大的乘客 所以大家 我希望 不要只是在現在這裡 麻煩 在不同渠道接收更多的資訊 就是 現在慢慢已經有受足 在這裡組織都會全面三霸 大家 希望一兩月 在罷工期限之前 會自己做好準備 無論是儲蓄糧食也好 那大家到罷工你上來 是 經濟是會坦緩 但你自己也都不會 因為你一罷工 而沒有了所有的糧食 資金 我想說的是這麼多 我 我希望大家 不要當香港人報仇 是一個口號 而是真的做出來 變成一種心態 你正在咬我 喊沒有用 他不會天天下來幫你報仇 公共香港 事實上來 謝謝